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国会以足够优势票数通过 但特朗普三番五次威胁 要否决这份超过7400亿的军费开支法案 当地时间23日 他最终宣布正式否决该法案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在美国两党中引起轩然大波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特朗普在利用他最后的任期制造混乱 其鲁莽行为伤害美军 危及美国安全 破坏了国会两党的意志 据悉 众议院将于28日对总统的否决权进行投票 推翻特朗普的否决 而参议院将于29日投票 但能否推翻否决仍有悬念 虽然在此前的投票中 参议院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 但部分共和党人仍有可能不会反对特朗普的否决权 美媒称 特朗普否决年度军事开支法案 是与共和党人进行摊牌 在推翻大选结果的过程中 他与共和党人之间的对质升级 现在共和党议员必须决定 他们是否会反对特朗普 如果有足够的共和党人愿意反对特朗普 这将是首次国会成功推翻特朗普的否决权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已经罕见与特朗普决裂 他曾分诉特朗普通过该法案 其发言人表示 在众议院做出决定之后 参议院也会出台针对投票的指导意见 不过是否反对特朗普这个抉择 已经让共和党人产生了分歧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凯温·麦卡锡 就是突出的例子 他表示 虽然此前投票支持了新国防法案 但不会投票反对总统的否决权 同时 还有共和党人建议国会议员 针对特朗普的意义重新制定法案 特朗普有哪些意义呢 他在一份声明中列出一系列的理由 如 该法案允许 以南方联邦将领名字命名的军事基地改名 这不尊重美国退伍军人与军事历史 以及法案未废除 通信规范法 有关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免责的条款 对国家安全和选举构成严重威胁 此外 法案还对美国撤军作出限制 这与他从海外大规模撤军的承诺相悲 更值得一提的是 特朗普还声称 这份法案未能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 与其政府将美国置于守卫的努力相抵触 是给中国和俄罗斯的礼物 此前他还毫无根据地宣称 这项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国 而实际上新国防法案极为露骨地针对中国